埔里最有名氣的就是紹興酒跟它的甘蔗 早期埔里被我們認定是最適合人類基礎的地方 現在埔里成為台灣的黑鄉 就勤嚴因因為它臨近的工業區太多 污染空氣太多 輕飄飄的PL2.5 隨風飄 揮到中央山脈太高了 它根本過不過去 所以下降到藍頭線 所以藍頭的基敏現在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都很奢望 我們常常在講說千斤難買好空氣 那空氣污染比食安還嚴重 我們黑汐油可以寫著不吃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寫著不吸 當我們生活的環境 連一滴乾淨的水 一口乾淨的空氣都沒有 我們賺再多多錢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常常在講說台灣是個好山好水好美麗 現在的好山好水都被好多鈔掉已經破壞掉了 大地在哀嚎 你們是否有聽到嗎 有聽到 可是真的是兩難 我們又要機器又要空氣好 兩難要看我們正體的機會 我們每天都有他們的裏面 這樣就變成氣喉 ��前兩坐 你的妳事人啊 是很開心啊 對啊 他們說出來 BY 那麽 這蠻草的蠻木頭 這裡有5顆命令的蠻木頭 都沒有蠻木頭 都沒有蠻木頭 真的… 這蠻木頭最年紀的一顆 這是人工熟 出現20年 是20年 不是20年 台灣早期有野生的梅花的蠻木頭 現在都沒有野生的 都是人工飼養的 台灣的歷史不斷的在推延 草原上奔馳的梅花路的中山 的來源化作漸漸入地 消失的武林之中 那在中低海拔可以體驗 張老丸的張樹林 隨著漢人的足跡也逐漸的退休 唯獨在中海拔物林帶 可以承擔一個城市建設這種巨大的塊木 沒有被外來正前發現 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都住著高山的原住民 是他們打獵的場所跟聖戰地區 早期原住民有出草的行為 出草跟出草是不一樣的 出草對啦 那未來正前未季他很漂亮 不敢貌人前進所以保留下來 那以日本這個民主 對塊木是千年的熟識 所以注定我們台灣塊木 要走出森林成為建材 從此讓台灣塊木 遭遇到一場跟冰河時期 不分上下的生存危機 所以我們今天要看最頂級的塊木 要到日本去看 一個國家不強盛 連自己的寶貝都留不住 所以我衷心的希望國家趕快強盛起來 不要每天在那邊做無謂的爭場 你們現在看的這些神木 通通是土地公種的 兩旁種小數才是人類種的 所以義美民家基金會寫的一句話 寫得相當好 他說土地公比人類會種數 這句話給我什麼啟示 想想看 在我小的時候台灣沒有土石流 近年來土石流這麼嚴重 就是人類干預大自然太多 我們交給土地公去管理 絕對比我們人類管理的好 其實大自然是不需要管理 要管理是進入大自然的人類 人類進去就是破壞 台灣已經被我們破壞得差不多 以高鐵沿岸為例 每年下線有8公分 我們繼續沒有作為的話 高鐵將來一定會斷 絕對沒有奇蹟出現 所以我的結論沒有搭錯高鐵 趕快去搭 我能把牆帶一張丟掉 抽地下水 這金仔 這桃花 那怎麼會葉桃花 這山上的葉桃比較小 那葉桃花叫什麼名字 叫做豆蔻 豆蔻 豆蔻 請問豆蔻蓮花是幾歲的美少年 18歲 接近 杜牧有一首詩 他說拼拼鳥鳥十三餘 十三餘那個是聖餘的餘 不是那個阿姨的餘 拼拼鳥鳥十三餘 豆蔻燒頭 歐葉出 春風十里揚州路 剪上豬蓮腫不如 十三餘就是13歲到14歲 是個未成年少年 所以我們男生絕對不要去招惹他 古時候13歲的女孩子是嫁人 未成年的少年也不要去惹他 來 請問這是什麼植物 講大概就好 植類 那植類植物不會開花也不會結種 請問他靠什麼來完成 包子 包子是長在哪裡 葉子的背面 那是近代植類 包子是長在葉子的背面 四億年前的植類 包子是長在葉子的頂端或葉翼 一顆一顆眼睛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們這個園區有四億年前的植類 等一下你們會看得到 來看一下 這一種植類叫做台灣柳竹節 冠上台灣只有台灣油 來看它的背面是血白的 下次看到這種 下次看到這種植類植物 代表你現在已經到了海拔 1500公尺的霧林帶有檜木的地方 看到它你就知道這裡有檜木啦 植類植物 五明星同盛 三明星同盛 四年 九星大盛 共演 四年 八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